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的开头C机清楚地展示了一枚子弹是如何发射的 子弹上弹后 枪的撞针撞击敌火 敌火被撞击后随即引燃弹壳内的火药 火药燃烧散发的动能将弹头推出 弹头经过枪管飞出完成射击 我这手上刚好有一些9毫米的手枪弹弹壳 为大家看一下子弹的结构 一般来说子弹的结构是三段式的 最下面有一个小房间 里面就是敌火 中间是装药 最上面是弹头 撞针会撞击子弹的底部 你看这个小圆点就是撞击的痕迹 撞击后点燃这个小房间的敌火 然后敌火会从这两个小洞点燃装药 最后推动子弹击发 如果你没装弹头 就是空包弹 子弹因为受潮等原因 没能成功击发敌火 点燃发射药 那就是假弹 子弹从空弹结构推入枪躺时 因为一些原因卡住没有完成上弹动作 那就是卡弹 子弹发射后弹壳因为某些原因 没有从枪躺中抛壳而出 那就是卡壳 子弹因为装出弹药或者质量有问题 枪械无法承受火药气质的糖压 直接在枪里炸了 那就是炸糖 接着我们要重新证实一个概念 这是很多人所陷入的一种误区 枪的威力到底是取约于枪的本身 还是取约于子弹 受不少游戏的影响 我估计不少玩家会认为 打一发拉一发的栓动步枪 要比自动步枪的威力要大 其实不然 游戏里让射数通常较低 装弹时间长的武器威力大 而射数快 子弹多的枪 威力要小一些 这是出于游戏的平衡性考虑 不然威力都一样 大家都肯定完全自动了 同时绝大部分游戏 武器的威力通常只在武器上体现 直接就忽略了子弹的属性 简单明了地告诉你 只有枪的伤害是120 没有枪的伤害是180 但很多人误以为 武器的威力都举约于枪 而极少部分游戏 像塔利塔克夫 作为把武器的威力举约于子弹 子弹越好伤害越高 枪只是一个子弹发射器而已 再好再烂了枪 只要用同样的子弹 威力都一样 只不过就是你的枪好不好用而已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游戏 到底哪一种是对的 严格来讲都不算对 一枚子弹的伤害 有70%左右举约于子弹 而30%取决于枪械本身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你只要简单想想就能明白 一把枪再先进 再酷炫 性能配件再好 最后一次子弹飞出去造成伤害 而不是这把改得很酷炫的枪械 丢过去砸人家造成了伤害 所以武器的威力 大部分还是取决于子弹 但武器的性能 会影响子弹的初速 弹导 射程 射速等因素 换句话说 就是好的枪械能保证子弹飞得远 飞得快 打得准射得及 但大部分的威力 还是得最后飞出去的子弹来决定 枪械少部分性能会影响子弹 那就是必锁机构 我曾经在讲《荒野大爆开》的节目中 给大家讲过西部时代 蜂蜜一时的杠杆式步枪 为什么现在很早见到杠杆式步枪呢 就是因为杠杆式步枪 必锁不严密 亲密性较差 子弹激发的弹压较低 导致这枚子弹的火药 本可能把动物人全从枪管喷出去 结果因为亲密性较差 从其他缝隙溜走了一些 推动子弹的动物人就少了点 射程和威力也相对差了一些 枪械的这种情况 就会导致子弹威力会有影响 另一种是枪管 枪管在一定长度内 越长的枪管会让激发火的子弹 在枪械内部燃烧得越充分 让子弹出速越高 出动能也越大 相对而言威力和射程也会有所提升 也就是说枪管较短的武器 激发子弹后还会充分燃烧 子弹就飞了出去 多余的能量就从枪口泄出 相对出速 威力和射程就小了点 这就是为什么怕该子弹的影响 枪管较长的狙击枪 通常威力射程都比枪管很短的手枪 要大的原因 当然只能是一定长度 你不能整个几百米长的枪管 火药都染完了 动能都快没了 子弹还在枪口里磨糖线还没飞出去 因此这就是小部分枪械影响威力的地方 大部分还是由子弹来决定威力 那么子弹决定威力 到底由子弹在哪些地方来决定威力呢 首先是口径 一般来说口径越大的子弹 威力通常会大一些 因为口径大 弹头长得大一些 就跟雪球一样 你刷个大雪球去砸人家 肯定要被刷个小雪球砸得痛 但注意啊 口径的大小 只是决定威力的其中一部分因素 并非是全部 这就跟你拿大雪球去砸人家 你要用小雪球里面包个石头 你看是谁砸得痛 接着是子弹的装药 因为子弹的弹口越长越大 装的火药越多 肯定激发后燃烧提供给子弹的动能就越多 子弹肯定威力就越大 还有一个就是子弹的类型 弹头的形状和结构 以装药的类型和多少等等 这个后面会说 绝地求生这个游戏虽然就那样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只有当时绝地求生的爆火 只要让很多玩家明白 原来武器的子弹并不只是数字 还要分口径和种类 忽然塔利塔高夫的萌新 面对一堆子弹 一点茫然 这一堆是什么子弹啊 这他妈怎么装不进去啊 然后拿着子弹乱堆弹下是常用的事 子弹口径 准确的来讲叫弹头直径 这个时候有人说 哦原来是弹头的直径啊 然后马上爬到网上去查 这762的子弹 咋是7.92的直径啊 狗乔一又在乱说了 说是弹头直径 其实更为准确的讲 应该是枪管口径 步枪枪管里的弹线 突出来的叫阳线 枪管口径 就是两条对侧的阳线 突出来的距离 子弹发射后 子弹的转置背甲 会随着枪管弹线上 进行高速的摩擦和旋转 赋予了子弹自旋的能力 出弹后才能保证 子弹的射程和精准 所以弹头直径 实际上要比枪口口径 大那么一丢丢 就是为了卡住枪管 封闭枪膛 形成高弹线 在激发后 才能进行高速的摩擦和旋转 子弹弹头要是小的 就封不住枪口 弹线就很低 甚至会从枪管里滑出来 滑膛枪为什么叫滑膛 就是因为枪管没弹线 是光滑的 弹丸随心所欲 从里面乱飞而出 这也是为什么 随滑膛枪的线弹枪 射程镜 弹丸出来散步大 所以可以开玩笑地讲 管是7.9级的直径 反正从这7.62的弹线里 死鹰的挤出去 某种意义上说 子弹都被高速 摩擦成7.62了 但注意 弹线里凹进去 两条对侧的阴线距离 弹头的圆主部 最大的直径尺寸 是和它相同的 弹头最大 是不能超过这个值的 如果你子弹大过头了 比阴线的距离还宽 再怎么死鹰挤 也不可能挤出去 弹头都比枪管还粗的 那又等着炸弹吧 弹线的阳线和阴线 配合子弹的出弹 这个就叫过硬配合 所以塔伦子弹口径的时候 枪管两条阳线的垂直距离 才是真正口径的意义 那除开口径 后面都通常成一个数字 如7.62×39 7.62×54 这个成的数字 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个数字 是指弹壳的长度 如7.62×54 理论长度就是54毫米 然后刚才那个翻资料的老哥就说 这数据还是不对啊 这个怎么又小了点才53.72啊 人家弹头做大一点 是为了卡住弹线才好发射 弹口做短一点 就是为了别卡在枪堂里 免得抛口都抛不出来 7.62×39 7.62×54 这些同样的口径 不同的弹口长度意味着什么 很简单 越长中央越多 发射的威力越大呗 但注意有一个搞法 虽然壳子还是那么长 壳子里面的装药会少一些 最后就是减装药弹 这种子弹会相比 正常的子弹威力会小 但后座也会相对小一些 有着演习 试验弹道 避免威力过大 伤及无辜的用途 至于为什么子弹的口径 都是12.7 7.62 5.56 5.45等等 这种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数据 还不就是音质单位搞得诡别 一英寸约等于25.4毫米 5.56就是0.22英寸 7.62就是0.3英寸 12.7就是0.5英寸 你只是在工资的单位上 看起来很奇怪 但在音质单位上 人家有规律的很 有时候称呼子弹口径 并不是用毫米为单位的 而是用什么 0.22 0.308 0.50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些就是英寸单位而已 把点前面的0给省去了 方便念着顺口 0.50就是12.7 0.45就是11.43 0.2就是5.56 但有人这时候会想 0.2的子弹不是很小 拿去打小动物的猎枪弹吗 怎么还是和5.56的步枪弹 一样的口径啊 实际上一般说的 0.2猎枪弹 则是0.2LR 虽然看起来整个子弹 确实很小 但它的弹头和5.56的 步枪弹头是一样的宽 只不过是弹壳长度和宽度 小了很多 威力也小了很多而已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因为0.2LR子弹小 装药和威力也小 民间拿去打小动物都要打好几枪才能打死 很多人就拿它不当回事 实际上这个子弹 每年误杀的人数并不少 子弹就是子弹 哪怕很小也千万别掉以轻心 现在大家能大致明白了吧 影响子弹威力的重要参数 就是子弹口径 弹靠长度的装药量 一般来说 口径越大 威力越大 现在我们回去看 《生化危机》系列的游戏 里面的马格兰手枪和子弹 通常在游戏中 稀少其威力巨大 很多观众当时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 现在你看一看它的口径 0.44 11.17毫米的口径 就知道威力为什么这么大了 但肯定有观众发现了个问题 这手枪弹通常都是9毫米 这比什么7.62 5.56的步枪弹口径还要粗 为什么手枪弹的威力 反而没有这些口径小的步枪弹大呢 首先是弹体的长度和装药 影响了威力 这个大家已经能理解了 影响子弹威力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弹头的长度和形状 你们有没有发现 步枪的弹头通常都是又长又尖 9毫米的手枪弹 通常都是又短又圆 步枪要指望打中远距离目标 尖头的空气阻力小 速度快和射程远 穿动力较强 指望打穿目标的防弹衣和掩体 手枪冲物枪是打近距离目标的 不指望弹头飞多远 想的就是源头弹较好的停止作用力 停止作用力指的是 一个人在那儿跑 动弹后让它停止 失去移动能力 打在地上啊啊的叫 这又是停止作用力 是让人停止 而不是让子弹停止 这又是为什么警察 一般比较倾向 停止作用力较好的手枪弹 让犯罪嫌疑人失去移动的能力 方便抓捕就行 但注意停止作用力 只能是让人停止倒地 失去移动能力 目标还是有一定反抗能力的 倒地上的 永远可能踏出武器还击 这又是为什么 美国警察一般遇上危险时 目标就算倒地了 也要打控一个弹下 不然可能被反杀 同时源头弹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弹头短小 手枪冲目枪弹下更好装 武器也更方便携带 手枪弹除开源头的 也有尖头的 尖头的手枪弹 穿透威力就大了不少 像FM武器这把手枪 用的是尖头的 5.72x28的子弹 同时这个子弹 也能给PU0去抓CP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大半天能发现 异枚子弹的威力 小部分聚业于 枪械的避锁和枪管 大部分聚业于子弹的口径 装压的类型和多少 以弹头的形状和材质 来综合决定的 之前我们把子弹的 一些口径等问题理清楚后 下期我再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全威力弹 中间威力弹 亚音速弹 穿甲弹 空间弹 夜光弹 呼喉弹等等 各种子弹的种类 子弹的威力 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电影里面出现的冰子弹 毒子弹 是不是真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不值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击关注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